再看到中共周永康案6月11日宣判后 追查国际组织的调查员 以江泽民办公室秘书的身份 致电中共政治局常委张德江 调查周永康案审判中 一项被遗漏的重要内容活摘器官 张德江的回应是什么 请看我们的报道 您是张德江同志吧 这次周永康被判刑之后 江泽民同志想了解一下 周永康有没有供出 是江泽民决定活摘法轮功学员 在压人员器官做移植手术这件事情 那你跟中办联系 你问中办的情况不是更清楚了吗 但是江主席更想通过 您了解一下 我如果那的话 等我回国以后再说吧 好了好了好了 追查国际旨 当调查员问到 江泽民决定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 有关问题时 张德江既没有否认 也没有表现出惊讶 这显示出调查员的问题 没有违背基本事实 也反证出中共最高层官员 对活摘问题完全了解 尤其是当调查员称 江泽民想绕过中办 单独向张德江了解情况时 他并没有拒绝 表示等他回国以后再说 不排除双方有某种形式的地下活动 张德江 现任中共全国人大委员会的委员长 在中共政治局七名常委中排名第三 香港媒体曾报道 张德江毫无家庭背景 却能在中共官场中一路走高 是依靠前中共党魁江泽民等人提拔 新唐人记者林兰纽约报道 党申请不吴